各位媒体朋友好 那今天COVID-19新增31854本土病例 那今晚一路有274例 另外死亡个案有29例 那今天新增的病例数叫昨天减少3740例 那减少了10.5% 那叫上周日减少2272例 减少6.7% 那今年到9月10号 那我们的本土病例总共560万4979例 那今天新增的71例的本土中重症以上的个案 那今年迄今中重症总共25110名 其中9430名死亡 那目前轻症无症状者 仍占全部病例的99.55% 那昨天6个月到4岁的幼儿 有1627人接种莫德纳疫苗 那其中第一剂接种506人次 第二剂接种1,121人次 那辉瑞疫苗第一剂接种1,093人 那该年龄层第一剂接种率33.1% 第二剂接种率4.7% 另外昨天总共接种9,842人次 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第一剂是93.2% 那第二剂是87.1% 那追加基的接种率是72.6% 那第二剂追加基的接种率是10% 其中65岁以上接种率是35.4% 那今天没有特殊死亡个案 及特殊重症个案 所以截至今天 儿童重症总共206例 包括脑炎31例 肺炎22例 心肌炎1例 那败血症3例 笑吼10例 家中死亡7例 那MIS-C有129例 共病3例 那所有儿童的重症 其中有31例死亡